《风桥夜薄》 《风桥夜薄》 张继 月落屋提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愁眠 孤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去苏州的人都希望看看《风桥》和《寒山寺》 许多外国朋友 还特地到中国来聆听《寒山寺》的钟声 《寒山寺》中外闻名 靠的就是张继这首《风桥夜薄》 一个深秋的夜晚 诗人停传苏州城外的风桥 那是一个多么冷落凄清的夜晚 一弯残月刚刚落下西天 七宿在树上的乌鸦就呱呱地提叫起来 预处背 掌夜的 fried 天地似乎都被盐霜凝結了 寒气侵入传仓 辗转难眠的诗人 更感到孤寒难忍 他扯了扯薄薄的被子 掉头看看苍外 透过茫茫液气 看到了江岸边 隐隐约约的风树 渔船上闪闪点点的灯火 在这异乡刻地 只有这江风和雨火 伴着他度过寂寞 而又漫长的秋夜 这时不远的寒山寺 传来了大大荡的钟声 钟声回荡在寂静的夜空 显得特别清冷 沉重 一声声 一下响了 撞击着诗人的心 回响在读者的心头 经久不绝 风桥夜薄 张继 月落污提霜满天 江风雨火 对筹眠 古苏城外 寒山寺 夜半终生 道客传 立遵 年轻 日国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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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